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广东队最大水货25分钟得0分 杜丰失望摇头,注冒入1000万大水漂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队 众所周知,在昨天广东队 惨败给了浙江队招了本赛季的首场实力 很多球迷对于本场比赛也是非常的不满意 因为广东队实在是打得太差了 内心被玩爆,外心频频大体 让很多球迷感觉到不像一只未免冠军球队 因此很多球迷对于广东队的曲径也是感到担忧 提到本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广东队的最大水货已经被曝光 球队中的外心射手权实在是太差了 对比于浙江队,吴琴顶球 广东队的外心组合几乎被彻底打爆 尤其本场比赛中备受球迷们期待的外心神头手杜荣旺发挥极其糟糕 团场比赛登场25分钟,一分未得 我们可以看到坐在场边的杜丰一直在失望的摇头 众所周知,本赛季球队总经理朱芳如先生 利用1000万的大合同去约了杜荣旺 但是杜荣旺本场的比赛 让很多球迷感觉到军方士林的超级大合同打水漂了 本场比赛杜荣旺不只是在投射方面无法帮助球队 而且感觉杜荣旺的比赛态度也非常的消极 从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荣旺几次的三分取手非常的不合理 有两次离三分线还有两三米的距离 杜荣旺就直接取手投篮 而且当时进攻的时间并未完全结束 杜荣旺有大把的时间进行调整 但是他盲目的在三分线外 很软的距离就选择了取手投篮 这让很多球迷感觉难以接受 不是说你投篮不准就批评你 而是你在投篮的选择上面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而且感觉比赛有一些 富隐色泽的味道在里面 因此杜荣旺知道看到杜荣旺这样的比赛态度 在场边也是失望的摇头 那么其实杜荣旺是广东队非常重要的能换球 广东队压缩内心突破内心的时候 浙江队肯定会进行包夹防守 而且浙江队还拥有小巨人于家豪作争内心 因此广东队想要轻易的突破浙江队的内心 非常的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外星的杜荣旺等球人无法提供足够的火力支持的话 那么浙江队的防信会越说越紧 最终导致广东队进攻频频受挫 因此杜荣旺外星投篮打铁 也是广东队本场比赛惨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其实杜荣旺这名球员呢 个人情历非常的巨大 要不然呢 朱凡尔先生也不会给他提供401000万的超级大合同 说明了球队还是非常的看好杜荣旺 但是杜荣旺在遭遇伤病清洗之后啊 回归球场之后 个人竞技状态以及比赛态度啊 都出现了大问题 作为球迷啊 我们也是非常的惋惜 希望杜荣旺啊 能够尽快的调整 否则的话 杜荣旺在广东队的取经呢 将会非常的困难 球迷朋友们认为呢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